S127-7840HS虽然是Blink零克次旗舰的定位 出厂平衡模式54W的性能释放 也可以调整使用65W的性能模式 同样也使用了磁吸电源和前后双音频输出 那么S127便宜了几百元,值得买吗?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装置了AMD热认7-7840HS CPU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Blink零克S127 几个月前我们介绍过Blink零克旗舰GT-R7 CPU是65W功耗释放的7840HS 而装置了7735HS CPU的S126 也会马上要迎来它的MAX版本 这一台2023Blink零克的次旗舰产品S127 装置了AMD热认7-7840HS 8核16线程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双通道DDR5内存5600MHz 双PCIe 4.0 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 2.5G网卡交WiFi6 我们首先使用S127 迷你主机的Radeon 7-7840HS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41秒 共计641秒 S127的7840HS 转码速度超过了GT-R7的7840HS 显得稍微有点不科学 当然这个成绩远远超过了去年的那些强大CPU i9 12900H 6900HX等等 CPU-Z多线程6674.1 弹线程662.9 超过了不做NUC的Intel 1360P和小新迷你的13500H 若以自家大过的GT-R7的65W的功耗示范的7840HS GagBenji 5 多核11591 单核1953 虽然比不过Mac mini M2 Pro 但比65W的GT-R7还要高一点 CellinBenji R23 多核16360 单核1796 弱于65W功耗示范的GT-R7 但只有不到5%的差距 Passmark多线程31081 单线程3984 相比GT-R7只有接近2%的差距 很小 综合来看 S127的7840HS 多线程程称积 相对于65W功耗示范的GT-R7的同样一块CPU 只有2%到5%的差距 我只能说差距很不明显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497,797 CPU得分938,624 我们还给S127版本的7840HS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64,332 XX2038,1944 Coremark 476,876 在Coremark成绩上 S127版本相对于GT-R7版本的7840HS 差别只有4%左右 也不大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一条直线 CPU功耗直接就跑在了54W 整级功耗843W CPU频率4.1GHz 在单烤的20分钟内 S127版本的7840HS很稳定 功耗一直保持54W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78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57度 紧接着我们同时打开了甜甜圈 FreeMark 开始了双烤 此时整级功耗上升到93W CPU频率下降到3.5GHz CPU整体功耗仍然是54W 此时GPU频率是1.8GHz GPU功耗在43到49W之间 接着我们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80多帧 复杂场景70多帧 基本和我们测试的 其他780M核显的游戏 表现一致 我们一共跑了43分钟 从黑夜开到了白天 来看看整体数据 平均74帧 再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 CPU最高温度83.9度 SSD最高温度65度 被使用作为显存的 DDR5内存温度 最高76.8度 非常好 没有过热现象 英零联盟 英雄联盟 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90帧左右 也看一下整体数据 平均115帧 不错 原神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接近60帧 星穹铁道 1080P高画质 跑起来50多帧 战斗接近60帧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2896 Fire Strike 7984 稳定度测试 99.5% 长HDMI线缆 短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赠送的螺丝刀 单槽小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根据前面我们的测试结果 应该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需求 主机126x113x49 只有0.68升的体积 全金属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Permi口 USB 3.2C口 USB 3.2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2.5G网络接口 双USB 2.0接口 DP 1.4接口 HDMI 2.1接口 USB 4接口 又一个USB 4接口 又一个耳麦口 49V磁吸电源接口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民客特有的背部散热系统 可以给内存 与NVMe散热 上面有一组PCIe 4.0的NVMe接口 可以接高速的NVMe SSD 如果想替换为2.5寸SATA接口 要联系厂家 双DDR5内存插槽 最大支持5600MHz 又一组2280的PCIe 4.0的NVMe插槽 NVMe下面有WiFi6无线网卡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144Hz 10bit RGB的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HDMI 2.1标准 DP和USB 4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10bit RGB非压缩格式的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DP和USB 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打开Windows HDR开关后 DP和USB 4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揽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 10位YCBCR444非压缩信号 MD Radeon 780M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照样流畅播放 PCIe 3.0 NVMe硬盘测试 5100兆B 原厂NVMe已经达到了入门级水平 USB 4接口连接外置硬盘 注意此时另一USB 4接口正在连接高刷显示器 3100兆B 满血的外置数据读取能力 而且没有兼容性问题 WiFi测试 Intel AX200 Wi-Fi 6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Blink SE27迷离主机 装置了锐刃器7840HSCPU 54W性能释放 Windows下待机功耗7.8到8.5W CPU-Z最高功耗77.25W 单核满栽功耗31W GagBench 5最高功耗81.44W CNBench R23最高功耗80.27W PASMARK最高功耗86.53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86.10W GagBench 6最高功耗81.23W 渲染4K视频最高功耗87.85W 时温3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9.5度 SSD待机温度46度 这台小主机CPU满载时 机身噪音是50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37分贝 真的可以算很安静啊 Blink SE27迷离主机 装置了润漆CPU 7940HS 出厂性能释放54W 如果需要提高到65W 可以在BIOS这里修改 把54000修改为65000就可以了 出厂54W的性能非常不错 只比上次我们测试的GT2765W释放 低2%到5% S127给我感觉最好的就是 散热和静音的高匹配度 既没有过热又非常静音 它比GT27少了一个2.5G网络接口 少了一个指纹识别安全功能 我测试了100W的PD电源 性能释放仍然可以达到54W 总结一下 Blink 0x SE2754W的功耗释放 只比GT2765W的性能释放 低了2%到5% 性能应该算很好 CPU满载 耳边分贝只有37 应该算非常安静 可以说是我测试 0x的顶尖设备最精英的 散热能力也不错 DDR5内存 做显存 温度过高的问题 没有出现 4个显示接口 双PCIe 4.0 NVMe 接口的兼容性很高 目前我双显示器连接它 不关机使用 一台4K高刷 一台1080P 75Hz 还没有碰到兼容性问题 相比GT27旗舰 缺少了第二网口 和指纹识别 但是价格便宜了几百元 它非常适合 没有更多网络应用需求 但又需要有一台 高性能小主机的朋友 S127值得我们推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